动画的意义是什么 前段时间刷到很多视频内容 是关于游戏作为第九艺术的意义 突然联想到国内 游戏和动画的处境其实还挺相似的 发展一直都是局部维艰 那动画出现的意义到底又是什么呢 首先说起动画片这个词 很多人就会给它扣上低龄的帽子 或者说我看的是动漫 不是动画 不想让别人说自己幼稚 不过其实在我看来 动漫就是动画加上漫画 这就是我喜欢的东西 并没有什么需要去逃避的 动画和电影或者电视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想象力 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是无法通过电影电视来表达的 而动画的形式却能做到 这是一种浪漫 而它最大的意义就是能给孩子们 在看到快乐和震撼的同时 又能够反思人生 思考社会的深度 培养正确的三观 培养正确的理念思想 虽然在你观看的时候可能没有意识到 但可能已经受益终身 以前的国脉几乎都是这样子 而反过来说 动画不是用来让小孩子继续幼稚下去的 它是教小孩子如何成长 如果以后的动画片都是弱智的剧情 没有一点能穿透心灵的教育的话 那就失去了使孩子成长的作用 其实这是一种挺矛盾的感受 一方面我觉得动画应该输出点价值观 一方面又觉得 可以只是带来纯粹的快乐 可能也因为我现在长大了 不再是小孩子了 我也无法体会现在的小朋友们 在看如今动画的真实感受 但是小朋友喜欢看动画片好像是天生的 不论国家 不论地点 这可能就是动画片的独特意义 让我们相信爱和魔法 让我们相信奇迹 让我们勇敢的去长大 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绝妙人生